从初到被人嘲笑丑,从大兵连网红到被网友称赞倾国倾城,他靠自信逆袭,蜡羊子,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呢? 蜡羊子,1995年出生于内蒙古,本名李佳琪,由于他经常把蜡羊作为口偷馋,就为自己取一名为蜡羊子。 蜡羊子四岁那年就开始学习民族舞,自己有兴趣,再加上游牧民族的能歌善舞,蜡羊子热爱舞台的过程中, 在心底埋下一个演员梦,蜡羊子的梦想不但没有得到理解和支持,反而遭受惊人的不赞同,因为他身材不窈窕,脸庞也不精致,面庞近乎为圆形,眼睛又小,就是俗春的大兵脸,尽管外在条件十分艰难,但蜡羊子却很有自己的想法, 在大阿娜年就与同学,自导自演短片,发布在社交平台,视频中他,展示了自己的呆萌和自信,幽默搞笑的风格,得到了很多粉丝的喜欢, 他开始走红网络,成为一名视频博主。 蜡羊子,离自己的演员梦又近了一步,他精心打造自己的每一个作品,以搞笑的形式翻拍了不少经典作品,往往令人平复大笑。 在视频创作的过程中,蜡羊子遇到了很多阻力,他都一一克服,由于飞科班出身,他的表演有很浓厚的生活气息,却更让人沉浸其中。 走红后的蜡羊子,终于到达了自己的梦想,但随之而来的是无数的漫漫,更多的网友带着意,去诋毁这个勤奋的姑娘,长这么丑还当演员,大饼脸,酒飞腿,身材真好,真辣眼。 对梦想的向往,压住了心底的委屈,蜡羊子,不为外界所动,去尽力拍好每一个作品,他我行我素的姿态,慢慢感染众人,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。 很多人说,蜡羊子,是被时代选中的人,2018年,蜡羊子受邀参加,超新新拳运会,在美女帅哥如云的节目里,蜡羊子,却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, 他自信的微笑感染了众人。节目之后,关于蜡羊子的表现,和微笑都登上了热搜,只是这一次是被网友称赞。 一鼓作气,2019年,蜡羊子登上纽约时装周的T台,尽管他不高,尽管他身材不好,但蜡羊子走出了自己的自信。 蜡羊子,完成了从网红到明星的转变,近年他又登上综艺演员请就位。 第二季的舞台,他的表演浑然天成,征服了包括评委在内的所有人。 而东绳导演更是对他大家称赞,说他有机会成为运后,并给了他100分。 有喜欢明星故事的点一下关注,下期更精彩。